中国女排再度迎来非常好的消息 女排一解朱婷再度官宣刘洋 接下来将会加盟一甲豪门球队 冲击下个赛季的冠军 在朱婷确定继续刘洋之后 一时之间大部分的业内人士 包括球迷都给朱婷送上了祝福 毕竟朱婷就是中国女排的骄傲 她能代表中国女排代表整个中国排坛 到国外顶级联赛 刘洋本身就是很好的事情 只是让很多球迷有想到的是 即便是朱婷在得到大部分人祝福的情况下 依旧有部分极端的黑粉在网络上质疑攻击 声讨朱婷引发不少争议 从社媒的动态可以看到 在朱婷确定加盟一甲豪门球队之后 有些黑粉和极端的球迷开始跳出来质疑朱婷 首先第一点 他们质疑为什么朱婷回国之后 只为中国女排出战几场零星的比赛 为什么回国之后却没有积极为国争光 在他们看来 朱婷在最近两周比赛中替补登场 似乎是朱婷个人球员的要求 和主教练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他们根本不清楚 其实朱婷已经完全做好了 为国争光的准备 无奈一直被摁在替补席上 换一句话来说 朱婷在最近没有能够为中国女排多征战比赛 完全就是主教练安排的问题 和朱婷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有些球迷把朱婷没有多上场的问题 归咎在球员身上 本身就是非常离谱的事情 除此之外 有些球迷看到朱婷又要到国外流洋 难免酸里酸气 认为朱婷又要到国外赚欧元 赚养老钱 希望他一去不要再回来 不要再拖中国女排的后腿 在这些黑粉看来 似乎朱婷到国外打球 纯粹是为了赚钱 甚至是为了国外的高薪 为此不惜放弃为国征战的机会 但这些球迷根本不清楚 自从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朱婷一直都是一边在国外打比赛 赚钱养伤 一边调理自己的手腕伤势 前一段时间 朱婷的手腕才刚刚完全康复 他根本没有得到太多的休息 又立马赶赴澳门参加中国 女排的集训 为中国女排争夺奥运门票 球迷可以怀疑朱婷的能力 但是不应该怀疑他的赤子之心 一直以来 他的内心里面都装着中国女排 装着国家队的荣誉 否则他根本没有必要赶回来 他完全可以像一些球星一样 在国外好好享受度假 拿着高薪安心躺平 说白了 中国女排还是离不开朱婷 而朱婷也放心不下 自己热爱的国家队 其实我们不求所有人都可以祝福朱婷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诋毁朱婷 虽然朱婷近两年并没有为中国女排 出战过太多的比赛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几年前 他跟随郎平出战过大大小小的比赛 为中国女排争夺过无数的荣誉 也是中国女排重回巅峰 重现辉煌的最重要功臣